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在那边还遇到您的一个粉丝 所以他让我一定要转达 而且人家是八十多岁老人了 然后我们在那一个公园里面 他看到有些中国人就过来问 然后我们一个团子就说 他就指着我说他也是北京来的 然后我们都走了很远了 老先生就追过来说 请问你是不是在枪枪三人行上出现过 一定要转达对杜文涛 还有徐老师的问候 只有一个吗 一个老先生 这个我们在国内不敢吹牛 但是凤凰卫视在海外华人当中 那绝对我们可以 人家有人说了 很多海外华人给我们写信 说在枯悬海外 看枪枪三人行 是他与这个祖国 不叫这个祖国 是他与中国唯一的联系 感觉有了延安的那种 你知道吗 我就得有那种感觉 革命圣地 对 有归宿感的认同感的 是将来在国内混不下去 我出去海外华人养着我 对不对 是啊 你很听的 那里厉害 没问题 这是 所以咱们也要关心一些国际上的新闻 最近国际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就是又这个也是咱们中国人这个增光天才的事 就是说呢 有一中国大爷专门在美国按摩 说说给女的按摩 哎呀 按的老外就说舒服得不得了 但是照咱们中国人一看 好像性骚扰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是啊 我估计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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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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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爷干什么呢 你们觉得 我跟你说他这个 就是说中国大爷帮美国姑娘按摩 在美国有一位名叫罗东的中国大叔 他是经常在公园海滩街道 这个外国这女的 他们倒也是觉得东方神奇 怎么捏都行 我觉得也不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现在西方人 他对中国的按摩应该都有那种 应该都有那种常识 因为我印象中 我住云南的时候 好多老外他一到大里 他就会问当地人哪有按摩店 我觉得他们都应该体验过 他不至于把这个当按摩 但是这是旅游区 我觉得他可能未必会 像来大里的 大里也是旅游区 大里是专门到中国来的 我觉得这是美国的 他不至于把这个当按摩 当中国按摩 那你现在在那忙活什么呢 我觉得嘴 我怎么觉得嘴都像起来到后来 我觉得太好玩了 这个 要不要上去 竖一个警示牌到那边 说这不是一个传统的中视按摩 但是呢 很多外国人很迷 这个 这你不能 这次你看这个奥运会 你看出来了吗 这是他们也是一个点 对对 全是拔罐的这个这个印子啊 什么的感觉 就是说外国运动员呢 也是认中国的这个东西 你 你怎么看呢 余老师 我 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 这个中 中医的这些按摩呀 拔罐啊 包括针灸啊 它其实是 我觉得传统的 这套东西 它 它行之有效 行之有效 它只不过是西方人 原来也有它的 这套办法 只不过他们现在 丢失了很久 现在又重新 从东方人这儿又 好像又又又又 接受到了 接近这个东西 什么叫西方人 原来也有他们的办法 比如说他传统的那种 那种治疗 他也 比如说像放血呀 像这些东西 他也有 就是那种 我们认为的非科学的 那套那套治理 他对人体 他就把人体当做一个 我要调你的对象 我怎么糊弄都可以 这我们如果用科学的语言来讲 是糊弄了 是吧 我在科学主义者看来 我们中医的很多东西 也是糊弄而已 是吧 只不过说中医 中医这套东西 它 它 几千年的实践 它是有一套体系 庞大的体系在 这个体系支撑了 它一直在现在还能有效 在实验当中还能用 然后这个用的东西呢 它 所以它跟像那个 跟 我觉得跟西方的传统医学 是不太一样 传统西方医学 它就没有生命力了 但中医可能还是有生命力 那我 我问问你们 就是说 你比如说这个按摩啊 按摩到底是为了身体的快感 还是为了治病 按摩到底是为了舒服 还是为了能够健康 你就是治标还是治本 是吧 不是 那就是都有 我看过一份 就中国的这个性学报告 这个性学报告很有意思 这个调查者 他本身 你看他有立场 他把这个 这种大街小巷的这个按摩呀 它是归为 就是说中国人 获取身体快感的方式 这等于你们 其实我认为 这本是有点偏西方的 那种立场 就是说 他不能认可 你这个东西是治病的 或者说是医疗的 那么他认为 你在捏把捏把干什么呢 不是跟老大爷干的差不多吗 就是 他觉得你是为了舒服 是一种获取快感的服务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中间设计一个度的问题 这个度过了那个度 他就他就性质变了 真的 比如说 按摩 按摩 比如说现在流行一个说 流行一个按摩的办法 就拍打 拍打疗法 那打得挺狠的呀 打出你的那个 那个出紫血 出那种黑的那个东西 那不就变成 他们说治疗了吗 如果你轻轻按 那就是你说的 寻找快感的那种东西 你打出血来 打出血来 这叫治疗 我听说我听说有这个 在北京有这样的 就是说你你没事干 就让人家打吧 打得你全身舒服 人家叫叫什么 不痛则通是吧 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痛则不通 对 一直打到你痛 痛的通了为止 就三千秋 就是最近还很火的 有一个美剧 叫咱们翻译上 叫叫罪业之奔 我不让您看了 叫The Night of 然后主线是一个 巴基斯坦的一个小孩 就是跟一个白人女孩 发生了一夜情 然后早上起来 就发现那女孩死了 这是一个主线 然后副线呢 就是一个律师 然后被他像羔羊 一样的眼神打动 那个律师要主动帮他 然后他实际上 表面上是一个犯罪剧 实际上是一个 很写实的一个 美国关于司法制度 关于族裔之间的冲突 还挺深刻的 我还建议您看一下 里面关于这个律师演得很好 这个律师有一个 很有趣的细节 他是讲这个律师 在这个美国 怎么不主流 潦倒 但是他还有他的一点 一点良心 和他的一点职业的 那种荣誉感 然后但是他描述 这个律师潦倒的呢 就是他有一个足险 是不是咱们说脚气是吧 脚险 脚险 对 脚气 然后呢就是那个演的 就是花了很长时间 演他的这个脚的毛病 就是很夸张 拿筷子头 然后拿保鲜膜包 就是找西医 西医可能给他开了大量的那种 像叫什么 那种什么激素 然后副作用就是他要买 买韦格 这样 然后呢最后的那个 每一集顺着他的演讲 讲他这个脚的毛病 然后中间呢就讲 他就到了这个唐人街 是到法拉盛的那个花人街 就是给他开了一大堆药 莫名其妙 他自己念叨说 也不知道是什么皮 动物皮是树皮 天天硬着头皮喝下去了 哎喝了几天 因为他要律师经常出庭 但是因为他的脚病 他没法穿皮鞋 所以周围人都厌弃他 一看他穿个大凉鞋 那个脚 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 哎脚好了 可以穿皮鞋了 中医治好的 哎高兴的 然后呢 但是在下一段 又讲 因为他也是精神压力大 又崩溃了 浑身都长的那个 那个皮鞋 然后呢一到了西医 西医说你吃的是什么药 又把他那个中药 全部都扔了 所以这个呢 我就觉得也代表了 西方人对中医一种态度 他就觉得你有时候 是挺邪的 你也不知道怎么就可以 有时候管用 有时候不管用 有时候他也搞不清 你背后的这个机理是什么 所以因为他老拿不出 一种时针的东西 就是你这里面 到底是什么成分 为什么 你看过三天两头 就是中药 不是各种药 就出现各种负面新闻吗 有时候肾的 说那个中药 大部分怎么对肾的那个伤害是 含谦量多高 对对 实际上就是我是觉得 就是那个电视剧里的 这个小 这个小腹线也讲了 西方人对他的这种态度 对 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看中国文化 就是波大精深啊 他这个边界啊 是模糊的 是 你说有没有高人 我们都相信 肯定有高人 但是呢 你又是 他不 你比如说我们那儿 曾经有一个领导 那人跟我讲 说碰见一个那个什么大神 就是大师啊 大师 他也是浑身什么哪儿 腰啊 什么不舒服啊 什么的 然后介绍介绍 他说一进门 这大师一四穿小个子 一小个子 我们这领导身高得有一米 一米八呀 他说我这一进门 小个子哗过来一大杯哗 整个巴着摔地上 站起来说 给你捋植了 就好了 我天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他还写过几本书 说说说说 说张几中怎么了 他太太樊心慢 他太太怎么了 在那个 在那个 静云山 你一道长那儿 修 修行过 或者说他 他避谷过 而且他写过 写过好几本书 叫世上 究竟有没有神仙 他很信那个李一吗 他就认为 跟着李一去避谷 是对他 他认为他身体发生了 比较好的变化 你信这个吗 我避谷这个事 避谷这个事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 比如说从 无论是从历史书记载 还是我们身边很多人 很多朋友 如果在比较好的程序的 那个指导之下去 避谷是对身体确实有好处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例 我的朋友张发财 那是一个很有名的 那个平面设计家 他就避谷避了 我忘了他是七天还是十天 应该是估计是十天 到现在还是像个瘦的 像个肝儿一样的 不那么胖了 就是他瘦了很多 大概有三个斤 对对对对 能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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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个朋友 那个避谷之后 跟我同龄 他避了二十天 避了二十天之后 他认为 当然他是有个很神道的说法 他认为他是从 身体生命的后天状态 反到先天 就是唯一的就是 我们看到他的 比较好的状况 就是他的精神状态确实很好 还有他的皮肤 确实 我这个年龄的 确实有点像婴儿的皮肤 而且他的夫人说 他的睡眠是像孩子一样 有深度睡眠 看来他夫人都没睡着 他夫人失眠了 但是对你讲这个是很好 可是我也给你讲一个 很不幸的消息 也是最近发生的 你可以看一个照片 看照片 这个是26岁的女演员 多可惜 徐婷 因为患癌症 淋巴癌 在北京去世 9月7号 9月7号 他是什么 据悉 徐婷生前曾拒绝接受化疗 选择采用刮纱 针灸 拔罐等中医疗法 并且中医让他吃素 在北京去世 但是呢 后来他的妹妹发文 称最终姐姐还是接受了 这个西医的化疗 并且直言 曾经被那么多骗子 给骗到现在 才做的化疗 那么徐婷一去世 大家一方面是惋惜 另一方面就为这个治疗方式 就产生这个争议 你怎么看了 他的我就 那个让我想起以前 那个陈小旭 对 对 其实都不是什么 就是包括陈小旭 他那个当时乳腺癌 应该早一点治疗 他不是一个 就是致命性特别强的一种病 但是我也能理解 比如他当演员 他也讲过 就是他看别人做化疗 头发都掉了 因为他做演员这一行嘛 他可能还是对外形啊 比较在意 他可能一看 这个人化疗之后呢 整个要吃药 要干嘛的那个脸啊 什么 整个都变了 所以他刚开始是排斥的 到最后可能真是觉得 这个身体已经到了 你是要命还是不要命 还是要脸的这个地步了 那你就肯定是保命重要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挺可惜的 在那个时候 你真是应该有一个人 告诉你 你的程度 你是要先把命保住 你才去考虑 你的形象好不好 你哪呢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 没有这样的人 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现在大家都在面临这种 一出事之后 都是面临选择 自己都慌神了 然后周围的人也是 各种各样的意见 各种意见都有 各种传说都 你讲 对比如说像我那个 我的那个老子传的 那个责编叫任建成 他是武汉大学 他是学学 我忘了是学理工的 原来是一个非常受 西方那个 这个科学主义影响的人 当他出版我老子传的时候 他曾经跟我一再 强调 他说应该坚定的 回到东方 那个时候我还是 我认为我还是一个 中西方都能接受的人 但是他已经说 我应该接受东方 结果老子传 他出版不久 他就得了那个肺癌 肺癌他又 他不是按东方人的 那个治疗去治的 他是去接受了化疗 一年化疗了五次 最后还是走了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讲 包括那个 陈小旭的这个事情也是 陈小旭的事情 有个医生 他写了篇 很著名的文章 他就说 如果陈小旭 接受西医的治疗 可能不会早死 是吧 但是我觉得 这个都很难讲 那还有我们 那个朋友陈自明 他也是得一线癌 在301医院治 不行 又去美国治 也不行 最后还是走了 我觉得这得看什么病 你要是说有一些病 我觉得难 可能就是他到了一个发展阶段 可能哪一种都 确实都很难 这个并不是说你采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说 所以我说 其实在科学和中医之间 他想真一个高低 不太可能 想真谁更正确 也很难 虽然国内目前还在争论 对 而且我是觉得 他确实 谁能站在一个立场上 帮病人选择 是的 你应该看中医 对 还是应该看西医 甚至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比如现在真的是 就说你要不要接受化疗 你要不要接受这个什么 什么放疗 甚至一直关系到这个 什么安乐死之类的问题 我觉得这好像都是 摆在每一个人面前 就有可能的这种选择 有的人觉得确实啊 如果这个化疗的这个 结果 我就说 我的生活圈子里 也有这样的人 我到时候就看 比如说得了白血病 得了白血病 整个的治疗的过程 我最后就说 我说这个病和医 就像两把刀 就是病弄不死你 医也弄死你 他就是 那么有些人 我身边也真的 就是他个人选择 我不做了 不做了 也许一万个人里 有一个 好了 这就成为朋友圈的传奇 说你瞧瞧 对吧 甚至我还听说 各种朋友圈的传奇 都打着各种旗号 我的好朋友都给我讲过 说中国著名的医学专家 就咱都特熟悉的 就别说他名了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吹的 说这医学专家 面上讲课是那么讲 私下里跟我说 说癌症 我跟你说 三分之一 是吧 是吓死的 对 三分之一 是致死的 你说 就那意思就 甚至朋友圈又发一个 什么日本来的 一个 一个 一个什么专家 就叫癌症 都不要看 癌症 自己会消失 他要不消失 你就跟着他走 对吧 你说这玩意 你让我 我们听谁的呢 你出了事 这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 还真的就是一个 自己的人生态度 就像你说的 有的人 他就觉得 我要一个生活质量 因为到 到你看病发展到哪一期了 有的那个 就是前期的时候 医学是可以治他的 我觉得那毫无疑问 你就一定要 比如说切除了 还是做化疗 把它控制住了 这个都是有明确的一个 案例和明确的一个概率 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 你就要去做手术 就要把它切掉 人家都切完了 活了二十年 活了三十年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但是如果已经到了后期了 就是你做了这个概率 就生存率也不是很高 但是你做了很痛苦 那我觉得 有的人就说 那我不要这个痛苦 要生活质量 我做环球旅行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一个模特 是还是那个 就那个周传芳的大儿子的 这个太太叫 叫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一个 特别漂亮 叫周天爱吗 还叫什么 后来他也是一个艺术家 后来他就发现自己得艾滋病了 那就不治 他也有钱 那就是环球 两年之后就去世 那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了 但是你到那个阶段是个人选择 因为你治也很痛苦 但是前期的话 我觉得像有一些病 我觉得前期 它是可以明确治掉 你说我非要去 去搞那些 我觉得那个 我就觉得就是愚蠢了 恕我之言 那我听着你还是偏西医界的立场 对吧 是 就说咱们一般人真到了急茬上 你往哪送 我好像大部分还是送医院 那肯定是 对吧 肯定是 对 但是我觉得现代人 那个李君说的是对的 我觉得现代人特别需要把自己也变成某种医生 要有一定的医疗知识 是吧 他只有这样医疗知识的话 他才能在事情 重大事情来临之前 他来的时候能做选择 来临之前就可以做预防 我觉得预防和选择是 是现每个每一个人都应该去面临的一个 这个真的是很难选择 现在医生也越来越怕负责任 因为说一个不好啊 他也不敢跟你说 就是这医生就讲 哎 开不开炉啊 我跟你说这个开炉啊 49% 不开炉呢 51% 你应该不愿解说 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那都是临时的 真正的 我觉得是平时的那种积累的工作 无论是记者也好 还是医 那个那个医生也好 他会告诉社会 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 做心脏病手术的 治愈率多少 这个这些数据应该是公布的 这样的话 那个那些患者 或者我们普通人 就平时就对些 对这些知识耳濡染 我们就知道 在这在这种氛围里面 我们去选择 或者说我们进医院 我们就不不用那么恐惧 就是这反正 这对任何啊 家庭来说啊 都是个特难做的一个决定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啊 这个中西医之争啊 我觉得它就是深入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类似于物理学 现在到达的极限的那种问题 就是在根本上 人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情 对吧 甚至甚至你可以说 哎 信仰和安慰的力量 本身是不是一种医疗的力量 我觉得有点护肾 今天西医也在检讨 对 就是说我跟病人聊十分钟 这个对他的好处 就好过像看驴看马一样 给他三十秒 打发一个病人 对 就不一样 对 那你就有时候这个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 我就有点小孩心性啊 就是 我觉得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了 我老师你知道 我就记得那个 后来给卫生部就说是叫停了 就是你知道 比如说李小龙 我们都知道他很厉害啊 这就我也很崇拜 但是呢 老师觉得 把李小龙当年怎么就没有参加个什么比赛 把这世界 全全王什么 跟他们灭了 那就是打一下 对吧 那家伙你养我国威等等 你会有那种期待 就是一个东西不止于是人 这个大家的这个传说 那么还有一个就比如像中医 我记得那一年闹过一个事吗 就是说有人叫板 说中医认为最入门的 说一孕妇我给你把脉 能知道你是不是怀孕 全国的中医你们来打擂台 他有还有奖金 后来没有人应是吧 后来听说给有关部门叫停了 就因为你对中医的整个系统 但是呢 我作为其实我作为市民 我很想知道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 这为什么不能做一个科学的测试 就是说我们隔二连把手伸出来 因为他 如果你真的把脉能够知道妇女是否怀孕 这个得到证实的话 那妇女还用撒尿 不是用一件 用那个 就不用这么复杂了 是否怀孕还是测 是男是女 就是喜脉 我觉得喜脉是很容易看的 对我也觉得这一点 男女很难 他是说是男女 我们都认为喜脉很容易看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真那么灵的话 何必妇女还费尽上西医的医院 验自己是不是怀孕 那么一摸就知道 后来有的中医就说 后来我很关心这个新闻 就是后来有的中医说来说说我们中医不能那样说 我们那是望闻问切 但是你看这就有中国文化的国大精深 因为呢你要照咱们小人之心 说您望闻你还问 底下多少时间没来了 你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我不是说我不信 我不是说我不信 我就觉得该怎么看呢 余老师 那你那对于中医来讲 他他我觉得他他还是会反驳你 他觉得望闻切确实是他的整体的一个诊断 诊断办法 但就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这能不能值得怀孕 他能不能把这个事给弄 刚才你看刚才我和李老师都都以为他们是可以的 我也以为 我也以为 我以为男的是 就是难度在于不知道是男是女 是能测试男女 我以为是男女 那就该把他抓起来了 邪教了 但是我是觉得 刚才你说是中西医的一个争辩 但是我倒是觉得 其实咱们生活当中 大部分是中医和伪中医 我觉得其实真正好的中医 因为我们也遇到过 它确实是好的 而且人家不说妄语 不给你瞎吹 你什么包治什么这个病 但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的都是我就叫伪中医 什么就包治百病 你放在我身上吧 就你我给你开个药 家里人也有这些 我就老说他那药里头有什么 你知道吗 给你包 玩个糊弄糊弄一堆 然后不也有些人叫针吗 就是他开的中药 说里面有那种 就特别贵的那种成分 然后一副药 好几千恨不得 然后人家就有较真的 我煮完了之后 我一个样样的茶 就是没有你说的 人就告你 为什么中医 我觉得有时候备受质疑 或者诟病 就是我是觉得有一些 有一些人在里面不好 毁了他的一些声誉和信用 骗子多 对骗子太多 你看那个 你看刚才我举的那个拍打疗法 我亲说 北京都有 都有人被拍打死 是那么跟以前炙罗锅一样吗 还有拔罐 拔罐四餐 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一个老大爷 那个夏天的时候 觉得自己失气太重 在背上拔罐 烧伤了是吗 对 后来烧成黑不溜秋的 就赶紧送去医院了 对 那你这个琴拔罐 是不是还也被那个人 给酒精撒了 给烧了 对 所以先打假冒伪劣 再检讨这位 现在是 西医有假冒伪劣 那不全系 那不也是吗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骗子 先把骗子弄得干净了 好